月亮 公毅 她喜欢你 我们谈两个 公毅 下楼吧 公毅 下楼吧 公毅 下楼吧 公毅 你们快下来吧 快下来 快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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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翼 他就是顾翼恶心我的 不想给你们胡闹 你走吧 顾翼 我就知道 你一定不会下楼的 喂 宝安 有人扰民 干吗 顾翼 你真怂 顾翼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这 这怎么回事 我怎么在这儿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那些前男友 你 他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呀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子言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子言 你 你放过我 子言 不要啊 不要 子言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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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言 看 我们有宝宝了 骗 骗人的吧 骗人的 检查报告都在这儿呢 顾翼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呀 这报告果然是你批的 批图也不仔细一点 医生的电话 至少要批个真的吧 还战协议上明确写了 还战协议上明确写了 顾翼 你不能撒谎 否则就要延长你当助理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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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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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是我一个人挑起的啊 这事是我一个人挑起的啊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说吧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免住顾翼那一年 让你做什么都行 废话 顾翼哥 你有没有看过他素颜的样子啊 没有 你这精致的妆容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痛快点 你现在当着我跟顾翼哥的面卸妆 我就当你们骗我的事情 没有发生过 行 卸妆水拿来 别闹了 顾翼哥 你要是不想让他卸妆呢 也行 你就要在我身边多待一年 不就卸个妆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不怕顾翼哥看了你卸妆的样子 就不理你了 当然了 还要看顾翼哥的心情 看他是想在我身边多待一年呢 还是想看你卸妆 顾翼哥 你说话 你同不同意我卸妆 你们别闹啊 不行 不用卸妆 顾翼哥 你是不是就想留在我身边 一年够不够 不够的话加上一年 沈会兴 你适口而止吧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是觉得我会丢人 还是就想待在他身边 我 我 这 我没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们别闹啊 算了 你劲 我 你 这 这是在哪儿 发生什么了 有人吗 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在这儿啊 啊 啊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那些前男友 你 他们令我不满意了 你 你 你先救我出来 子言 你现在令我不满意了 明白吧 我不明白啊 你先救我出来啊 子言 子言 你先救我出来 不要 不要 我错了 子言 你 你放过我 子言 不要啊 不要 子言 不要啊 不要啊 子言 谢谢啊 你之前说过 想跟我正式交往 是真的吗 那我问你 如果和我在一起 要面临那么多危险 你还愿不愿意 这个世界充满了巧合 有时候只是自己吓自己 我在这儿还没完 一时半怀死不了 不怕可 你们每个男人都一样 说的时候都好好的 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是为何你身边的每个女人都这么说 哪来的女人啊 你要我提醒你吗 我过几天就要出国探亲了 一个月之后 你要我们身边只有我一个人 要么你就别让我再看见你 别出去弹琴了 留下来 为什么呀 从这一刻起 我的手机里 只会有你郑子言 一个人的名字 你这个理由还算合理啊 但是呢 日清我必须得去探 还去啊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也去 不行啊 我 我还得打工还债呢 就你那些小破工资 我回国以后给你找个更好的 你别磨叽了 给你走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会因为我打架吗 如果有人欺负你的话 我会 我务必须得如果你去 你怀疑 我愿意 你就别招惹你 我愿意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氧气频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 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我也不瞒着你了 确实有那么几个女生跟我 我真想一杯水泼在你脸上 但看在你老师交代的份上 我就放过你 故意 我早就知道你在公司乱搞的事情 过去我不管 过去我不管 但从今以后你想跟我有长远的发展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明白了 您好 您的咖啡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你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我没看出来什么变化 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你再说一遍 这 手是 是新的戒指吗 新衣服 新的衣服 对吧 那 那 那一定是发型 一定是发型 算你还有眼力 那我新的发型好看吗 好看好看 故意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计较 不会的 不会的 那 我的脾气 是不是没有李云丝 试解好 你 你这是 不提还好 您说这个 我还真觉得李云丝 比你温柔多了 你脾气啊 确实得看看 我脾气没有李云丝好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脾气不好 你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又说错话了 好吧 你说的是实话 我原谅你 我脾气不好 先生 您的果盘 兄弟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送命题 先生 这个送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嗯 那个 那个 子言 你先息怒 我是真的喜欢你 刚刚那些回答 虽然很刺耳 但最起码是真实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有点害怕 那好吧 我只有一个要求 因为我没骗你 所以 别把我放到你那些前男友的下场里 你别笑啊 我是真的害怕 好了 不逗你了 我之前那些问题 都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测试 我只是想我们在一起以后 可以毫无猜忌 互相不隐瞒 能跟我一起走下去 那么 恭喜你 喜提一位女友 那 你那些前男友的下场 是不是 那些都是逗你玩的 他们现在都活得好好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不过 不过故意 我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还有啊 你放心 我不会测试你了 我呢 天心爱自由 生活不稳定 林月清 生活非常稳定 她好像对你也一往情深 你到底是喜欢稳定的 还是喜欢飘着的呀 你在哪我就在哪 经历了太多 不太敢把爱放到嘴边了 说多了什么都证明不了 但现在 我愿意跟你一起 去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 进来吧 一会儿我去给你办一个门禁塔 从此以后 你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了 我去换衣服 我把你出去庆祝一下 去吧 不行了 烂死了 一晚上去了七个酒吧 这位先生 现在才刚刚三点 我们在家休息一下 然后去下一场 我去不动了 明天还要上班班专案啊 挣钱还债啊我得 辛苦了宝贝 那我可以不去了吗 不行啊 你得陪我去啊 但是为了表现住我的体谅 我就主动帮你请个假 你觉得行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故意 我现在觉得你 格外的迷人 好了 那就设定了 我现在立刻去换一身行头 继续嗨 来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好累啊 想出去玩的是你 不想收拾的也是你 我和你玩一个智力小游戏吧 为什么呀 你要是能答得上来呢 我就答包所有的行李 你要是答不上来 就你来收拾 那行吧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两只 你答错了 你个笨蛋 你收拾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两只 你答错了 左边水 右边面 晃悠晃悠糊糊蛋 你去收拾吧 为什么左边水 右边面啊 因为晃一晃你 你脑子里都是浆糊了呀 不行 你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这是几只羊 三只 错喽 看来我的智商已经完全碾然了 小犀牛被我玩死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八只 八只 回答错误 你去收拾东西吧 为什么呀 那你亲我一口我就告诉你 停停停停 我反悔了反悔了 我不告诉你 你直接去收拾东西吧 不行 你再演试一次 这是六只小羊 这是四只 那我现在问你 这是几只羊 九只 五只 你怎么知道 就告诉你 你去收拾吧 哎呀 还要叠衣服 真的好麻烦呢 我真的好不想收拾 你怎么耍赖啊 我就要耍赖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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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撒谎才去世的 什么意思啊 因为撒谎 去世了 对啊 我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潜水教练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 不承认 结果他在潜水的时候 氧气频出了故障 当场就去世了 不 不是吧 是 我还有一个前男友 他是登山教练 还 还有 难道他也 他和别的女生聊骚 被我发现 不承认 结果他当时和我一起登山 不幸失足 掉下悬崖 当场包庇 你说蹊跷不蹊跷 不会 是你那个 怎么会是我 我最后一个前男友 他从来都不出门宅在家里 但他出轨被我发现 也是不承认 有一天和我一起睡觉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虽然我跟他住在一块儿 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 所以故意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没有和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我没有跟其他女生眉来眼去啊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必须的呀 以及百分百的确定 我最讨厌男生说谎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 跟林月卿他们纠缠不清吗 我 我错了 你可千万别杀我啊 我 我再也不骗你了 你也不骗你了 过去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从今天起 你想和我有长远的发展 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 明白吗 明白了 你好 您的咖啡 我 文艺 我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 会比较极端 没事 没事 可以理解 那你说说 这么久没见我 我有什么新的变化 不就是这个 这 这个 肯定是变漂亮了 具体是什么不知道 它一定是漂亮 敷衍 算了 我就不为难 你这个大直男了 顾依 我脾气不好 你别跟我计较 不会的 不会的 那 我的脾气是不是 没有李云丝世姐好 你 你 你这是 你脾气不好 都是因为我 以后啊 我少惹你生气 你脾气就好了 你什么时候 这么会说话了 没有 是你调教的好 先生 您的果盘 兄弟 怎么了 先生 这是点的最后一个东西了吧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的吗 没有没有 是最后一个就好 你每送过来一个东西 它就会有个宋命题 先生 这个宋命题还得看您自己的 您要是没什么需要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会娶我吗 你会娶我吗 说实话 我还没想好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你别这样 我说的是实话 你不是最讨厌撒谎的男生吗 呃 呃 那个 那个 子言 不要这么决究好不好 你看 飞碟 单体人 给个机会好不好 子言 子言 我刚刚问你那几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你到底能不能成诗 结果从你嘴里 我没有得到一句实话 你和之前那些人 一模一样 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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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千亿 子言 妮 子言 其实刚刚的问题 就是 想看看你能不能 诚实地回答 虽然很多回答 会让我感到难受 但我就是想听你 最真实的答案 我不想我们以后相处的模式 就是做提环节 所以我想 我们还是冷静地思考一下 我们两个到底合不合适 子言